这个医生到底能有多丧心病狂 他将特制的毒药注入患者的身体 在患者痛苦的挣扎时 他会拿出手机录下这精彩的瞬间 为了看到那些失去挚爱的痛苦表情 他还派私家侦探去葬礼偷拍 真的变态至极 他当医生的20年间 医院的死亡率飙升了三倍 如今英明通过不断的调查 已经离真相越来越近 毒医生不得不将他绑架 他乐得不行 自己明明杀了英明的妈妈 英明却一直把他当成恩人来崇拜 为了满足他变态的欲望 他还强迫英明看他杀人时的视频 车宠愤怒地大声呵斥 可毒医生压根看不见他 在两人绝望之际 毒医生又说出了他接下来的计划 他要把大勋医院发生的所有连环杀人案 都嫁祸给金正宇和他的妻子美金 他最后的目标便是英明 金正宇把英明带到这里 因为一起意外两人都死在了这里 这个计划简直完美至极 接着 他一把火点燃了地上的汽油 英明瞬间被大火包围 车宠不顾一切地扑向英明 他的力量也终于在这一刻爆发 无形的力量形成了火势无法突破的结界 警察及时赶来 他们将火焰扑灭 英明终于得救 他赶紧向警察们说出事情的真相 而这一幕 全都被不远处的毒医生看在眼里 英明竟然活了下来 虽然不可思议 但眼下还是改变计划要紧 一人一轨回到家 车宠非常自责 英明妈妈的死竟然是他造成的 他向英明道歉后 一头钻进了房间里 他不知该如何面对英明 看着桌上摆着的照片 他愧疚地痛哭起来 听着屋内不断传来的哭泣声 英明心疼坏了 车宠也是一位可怜的受害者 所以他没有必要躲起来自责 眼下最重要的是抓住凶手 凭借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办不到 如果刚刚不是车宠舍命相救的话 他早就被火烧死了 这番话让车宠不再那么难受 两人决定合作抓住凶手 另一边 警察已经调查出了都医生的信息 他早在小学六年级就认识了护士长 那时他是都医生爷爷的专职护理师 两人已经相识了将近20年 而且在都医生的爷爷去世后 护士长还在都医生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两人的关系早已等同于家人 显然两人也是共犯 这天晚上 两个杀人魔在野外相聚 躲避反而在承认他就是犯人 都医生决定正面应对 因为他在杀人时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一切如他所料 第二天警察便逮捕了他 面对警察的询问 他表现得镇定自若 即便英明与他当面对峙 都医生也什么都没有承认 由于没有明确的证据 警察最终只能放走了他